总统大学那天来到饮料店准备买点喝的 明明是营业时间店家铁门拉上 被民众发现上头贴了一张纸写下 下架民进党店修一日掀起议论 照片曝光后不少民众在脸书底下留言 聚喝避免误食再也不见等回复 更直接跑到Google评论狂刷一行复评 首摇饮料店小编看到一则一则回复 回抢绿营支持者 我觉得不太适合 因为他在选举当天还做这样子 可能会有影响大家的投票的意向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每个人都可以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 就算支持哪个政党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民众认为可以表达自己支持的政党 有表态的自由 只是似乎不太适合骂人 这是一间连锁饮料店 分店遍及台湾各地 引发争论的是逐科光复店风暴越来越大 16号店家暂停营业 而总公司了解情况后 立刻发出声明 澄清分店的所作所为 并不代表公司或其他门事 不仅公开道歉也已经要求停止 张天无关服务内容的文字 并要求小编撤回网路上 辱骂客人的回复 强调后续会加强教育 并依照合约内容进行约束规范 不管个人立场是什么 身处民主国家 虽然保有言论自由 但以店家名义发声 与网友杠上 恐怕已经影响到品牌形象 TVBS新闻 陈世敏言身份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